那個主題叫在樹梢伏夢 那其實我是以夢想這個為主題 然後設計了四個子題 然後裡面會用藝術家的作品去做互動的裝置 所以民眾可以直接去遊玩它 然後可能會有拼圖的遊戲 然後或者是像留言紙這樣的互動 然後還有聲音的裝置 那它可以在這當中去了解 就是夢想對自己的意義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空間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之後會把它除了辦展覽之外 會再辦活動 那今天就是一個示範 就是我們在展示之外 然後等一下會有體驗活動 可以讓民眾直接去觀看 我們是怎麼在這空間 把它當成教育空間再使用 然後如果以四句話來講 一個是就是我們有四個子題 那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不要被現實給束縛住 你可以天馬行宮的去做夢 你可以寫出你的夢想 然後第二個就是夢的妖籃 就是你跟我都有可能是去影響別人做夢的那個推手 就像父母可能會影響他來做夢 所以我覺得是你應該是要 勇於不成為別人期待下的樣子 就是不要被現實給束縛住 對然後第三個是 補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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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夢的那個終端或是理想長什麼樣子 就很像在拼圖一樣 我慢慢拼拼拼可能會拼出一個完整的畫面 就是我成功了 但是有可能拼拼我發現少了一塊 那真的少了一塊就是叫失敗嗎 我也不覺得 那我覺得就是也許夢不是達到唯一的你那個理想 或是你覺得的結果才是唯一的症結 這是第三個 然後燭光夢醒是 我鼓勵有些人可能不要那麼的盲從吧 就是好像你一定要什麼幾歲力定怎樣的理想要達到怎樣的狀態 那如果你沒有夢想你就大聲的說你沒有夢想也OK 也許你就是認真的好好生活然後好好探索 現在你說出的這個生活的一切 那你慢慢累積你就也許在當中你就會找到你夢的樣子 所以就是有一種就是燭光就是追逐的光 然後但是不知道光的那頭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沒關係你可以稍微站滿腳步然後好好坐下來好好認真生活就好 對所以大概會是整個四個方向這樣子